哈喽 我们现在在澳门的大三八 快过年了 相信很多网络都会响应号召打野在家 那今天呢 我们就带大家云游澳门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澳门的大三八 那大三八以前是一个教堂 经过一场火灾之后就变成了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这条呢 就是澳门的手讯街 顾名思义呢 整条街有大大小小 几十间手讯舖 这条街最大的特色就是呢 手讯可以无限试吃 试到你满意才买 这条街呢 叫板杖堂 也是剥鞋街其中的一段 那这里会有很多的球鞋 隐藏的一些槽牌 还有一些奢侈品牌 来澳门逛街的话 这一条街应该是首选 在我身后呢 就是澳门非常有名的玫瑰堂 也是一个教堂 如果来到这边的话 非常适合拍照打卡 我身后的这座像教堂的旅游景点 实际上它是一个药房哦 现在呢 我就带你们去议事亭前地 也是最能感受到澳门过节气氛的一个地方 这个呢 就是议事亭前地的中心广场 这一条就是澳门最中心的一条马路 叫新马路 这一条街上有很多的金铺啊 手表啊 玫瑰堂旁边这条巷子里面有一栋街市 叫营地街市 在营地街市的三楼 有非常多的小吃摊档 非常地道 本地人去的最多的 我会非常推荐你们来这栋大楼三楼 去体验一下真正澳门人的市井生活 想要真正离开游客区的美食 现在跟我走吧 我们现在去的是十月初五街 离大三八步行的话大概八分钟 对了对了 忘了跟你说了 这家的龙记豆花一定要尝一碗 再往前走一点呢 我们就到了非常有名的红心椰子雪糕 只要你来到这条路上 听我的 一定要买一杯 这一家的花生呢 在澳门也卖了五六十年了 如果你路过的话 可以买一包他的花生尝一尝 南平亚聚 一个开了非常多年的老字号茶餐厅 他们最有名的就是沙翁 这一家面当在澳门八十多年 这家店也被评为米其林街头小吃的得主 哈喽老板娘 这家的蛋塔我个人认为是澳门最好吃的 当周蛋塔的正对面 这家的鸡丝米线和鱼头米线超级好吃 这里除了很多街边小吃和老字号茶餐厅以外 这一家的小炒 他们的小炒是没有菜单 每天就是老板做什么你们吃什么 街边大排档呢 我们的三家 就是超级大排档 是我们的其中一家 非常接地气 今天的这个云里游呢 在这里就到此结束了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